人们常说喝酒危害健康 小喝一杯或许可以放松心情 一旦好饮过度就会酒精中毒坏了身子 英国剑桥癌症医学专家研究发现 经常喝酒的人患癌的几率比一般人来得高 临床实验显示 把酒精注入老鼠的体内观察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酒精会伤害造血干细胞的DNA 导致染色体重新排列 永久改变了干细胞DNA的排列顺序 提高患癌的风险 原来酒精内的乙醇是致癌祸首 乙醇和唾液接触之后转化为乙醇 这个致癌物的浓度水平 比血液高出十到一百倍 剧毒程度可想而知 所谓物极必反 专家警告凡事适可而止 喝酒也一样 不要贪图一时的性质 赔上了健康 很多道理 我没有人 这是死者的 离血账 逐血账 好